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家住长春的王有姓王大哥 王大哥今年75岁了 虽然75 但是可以说他才刚刚退休三年 因为王大哥做了一辈子的买卖 直到72岁那年 儿女才一点点的接受了家里的生意 闲下来的王大哥 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孤独 于是他打算给自己找个伴 那对于找老伴这事 王大哥就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得演员过关 只要是第一眼他动心了 其他的任何条件都不是问题 王有姓75岁 丧偶 退休金4000元 拥有五套住房 海南两套 长春市三套 大哥这个家里养了不少花 这是个海南带过来的 三奖门 从海南带过来的那边花 你从那边带过来这边能养得住吗 养得住我已经养了四五年了 哪个花好我就教哪个狮子 给你打个招呼叫下来 四个除了查了分子 所以我这里头有黄的红的 大红水粉 白的 什么颜色 还有 还有多少花 基本上中国有三奖门 五六种颜色 我全有了 养了多少 我一共家里的多少片花 二十多片吧 二十多片 全片在哪呢 对我 来你给我看看 这还是这些 可航空飞机带回来的 这带回来的 那这咋着大哥是经常上海南的 王大哥说 因为自己有点轻微的气管炎 所以他每年冬天都会去海南生活一段时间 那里宜人的气候和鸟语花香 让身体舒服了很多 但是每天形单影只的生活 却让他内心的孤独感 与日俱增 回想起来 老伴已经离开他快二十年了 从早上换不到晚上 对于伺候老伴的辛苦 王大哥毫无怨言 但最让他犯愁的是 仅凭单位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 根本无法支撑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 于是王大哥开始在工作之余找活干 就想多挣点钱 因为家庭困难嘛 我以为打好几次 好几份工一天 我身上汇的东西多了 我是电器上的 小到手天 手上的电钻 到了电动机我都会去 打羊腿窩 打羊腿窩 管波啥的我都能干 那些都会干 就这样王大哥过着每天打几份工 并不间断的照顾老伴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 他萌生出了自己经商的念头 有一次我看着一个小孩卖鱼石 一毛钱一刀两刀三刀 看看卖的这块 我也早上去批发了一篇日子 我也去卖去 一分之一我挣了六七十块钱 这赶上我 这我得超我工资多少倍啊 一天啊 一天就挣六七十 我就从这个开始 我就开始慢慢悟到经商 王大哥原本有一顿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 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 只有自己经商才能多赚钱 才能更好的要家 于是1993年他跟单位申请了停薪留职 开始正式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哎呀我那小子 几岁啊就跟我卖鱼石 个三马路了 那个年三十动了小手 痛红啊 最后这个再一个卖鱼缸都整起来 我做卖鱼 看一个卖玻璃整起来 我又到那玻璃 直到今天 王大哥很有经商头脑 从卖鱼石到沾鱼缸 再到卖玻璃 他干啥像啥 卖啥都赚钱 在王大哥做了五六年生意后 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开始有明显好转 但与此同时 老伴的病却变得越来越重了 晚上喂了鸡蛋糕我打工 完了吃两口鸡蛋糕 鸡蛋糕上就不好了 我们赶紧打车 把他送到儿院 送到儿院 结果跟人家打那儿 照片打不进去了 大夫这人你准备后事 送菜品了我就没同意 我就跟他抱起来 我回家 我回家 跟我怀里抱了三天 你就一直抱来 随口没打牙 老伴的去世对王大哥打击很大 但他不能倒下 因为还有三个儿女需要他 需要这个家 于是王大哥强忍悲痛 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做生意 为儿女挣钱上 一直干到了三年前 如今王大哥在生活上 早已衣食无忧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么多年 他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对老伴的想念 他没想着福啊 我等我奋斗起来 他没了 所以好多我都想 你说心里是挺遗憾的 是不是这样 没跟你一起想到 你说这样 话也不能跟他一说呀 王大哥跟红娘说呀 虽然这么多年内心充满了对老伴的想念和遗憾 但有工作的时候他并不孤单 直到他真正放下事业闲下爱后的这三年 王大哥才彻底体会到了孤独的滋味 因为孤独 王大哥每天只能靠在屋里徒步打发时间 可每走一步 似乎孤独感又加重了一点 最近在儿女的鼓励和支持下 他终于鼓起勇气 想找个伴了 对于找老伴 他的条件就一个 看着孙岩岩 冬天呢 12时候以后上海岸生活 那这房子 第二年五一就回来生活 工资呢 我无条件的 我四千 四千多块钱工资交给你 我啥也不管 不管 我可以兜里不穿一份钱 对于王大哥来说 演员是唯一的要求和标准 红娘就想到了 同样在长春市 爱玩爱美的王世菊王大姐 她会是王大哥要找的那个人吗 王大姐 你好 我是原来管 同年小关 你好 王世菊 六十五岁 离异 长春市邮政局退休 退休金三千一百元 住房面积六十平米 姐 你今天多大岁是什么 今年六十五 六十五 你这穿着打扮可不像六十五的人 看这小马丁虚 穿着小兽裤 这样跟小穿裙 就是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 对吧 那平时呢 平时其实我也挺喜欢美的 化妆也喜欢 穿也喜欢 出去玩必须得差不多 你看 我基本上都是休闲的衣服 基本上也都是很长时间的衣服了 最近也没咋买 这什么绿色 你看看 各种绿色 是好看 就是穿点颜色鲜艳点的衣服 显得宁晴吗 王大姐告诉红娘 她爱穿爱美 一是因为退休前 她一直在邮政局做营业员工作 每天梳妆打扮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 二是因为她现在经常出去旅游 出门在外 更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其实就愿意出去玩去 我去的地方太多了 玩的地方 我美国也去过 美国 泰国 那个韩国 日本 那你是跟谁去啊 就是跟团啊 不是你是跟朋友一起 跟朋友 会不会自己跟团就走啊 有过 那咱去美国呀 就去日本这个地方 是否每一次费用也不少啊 就美国多点 两万块钱吧 你说我上日本呀 或者上他都三千多块钱 跟国内没啥区别 姐不心疼钱呀 是怎么出去玩的 那不行的呢 那其实对钱 我还真不太感兴趣 说心里话 王大姐说 这么多年 她就是喜欢旅游 曾经她还向往着 等她和丈夫退休后 两人能一起去 全世界各地走走 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可谁承想啊 在王大姐刚退休不久 她的婚姻 却开始遭遇了变故 我是零八年离的 零八年十多年 我都五十多岁了 那你五十多岁离回来呢 这人吧 就是怎么说呢 有钱或者是有地位 诱惑特别特别大了 所以说有很多女人 就是围绕着她 她就是禁不住 这个人的茶吧 王大姐跟红娘说呀 随着丈夫在中年时 事业不断上升 他们之间的沟通 也越来越少 慢慢的 丈夫开始经常不回家 她心里也开始有所怀疑 直到有一天 她的担忧终于被证实了 当时她有一段时间 是上外地 就是住宅一年多 她就把那个车 就放到别的地方了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你车放哪了 你不在家了 她说放我们单位了 有一次我出去 就是逛街嘛 我就发现那个车了 我说这不是那个车 我家那车 但是她不在家呀 就是那个女的 就是开她车呢 虽然丈夫始终没有承认 自己有出轨的行为 但王大姐还是觉得 接受不了这样的婚姻生活 随后她便和丈夫提出了离婚 我就说不然的话 你也别这样了 你都折磨 我说要不然咱俩就干脆 就办了得了 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协议 给她看 她就签字了 她就是等着要我说呢 离婚后的王大姐 虽然很伤心 但她不断说服自己 要调整好心态 毕竟日子还得往前看 那你休老还得过吧 日子还得走吧 你给你自己开心一天 不比啥子强吗 所以说我就是经常愿意出去玩 但是呢 我就找不着伴 你知道吧 人家有时间 或者你没时间 你一有时间 人家还没时间 这伴很难找 现在爱旅游的王大姐 就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伴 可以陪她一起出去玩 只要是两人喝的来就行 能在一块出去玩玩啥的 要想出去玩 如果经理条件不允许 哪怕我给她拿钱也行 应该也行 就是我就希望有个伴嘛 主要是你是希望有个伴 对对呀对呀 王大姐想找个能陪她游玩的伴 王大哥常年三亚长春两边待 王大哥就想找个看着有演员的人 王大姐年轻爱美爱打扮 他们会是彼此对的人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王大哥 来吧 谢谢 你好 你好 介绍一下啊 王有信 王大哥 王世菊 王大姐 都姓王 都姓王 她挺朴实 身体挺好的 就是说演员不太理想 没有心动的感觉 不必要发黄 人一看是个好人 她都说话还行 不像很一般的那种 上街老 但是你也不能说 你也没看上或者是怎么的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有个余地呗 初次见面 王大哥和王大姐都觉得演员差点 但王大姐说呀 人不能只凭第一感觉就做决定 还是得彼此再了解了解 切一会 来 到我家是客人的 头一次 来 喝一口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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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啥啥 我这都有 你这多少钱 他工资啊 退了 我现在四起 我呢 跟你讲呀 我又是一个 这个能说的 是媳妇 要么是媳妇 是媳妇 要么是媳妇 我也不找了 所以在钱的 如果在俩人 金钱方面 我可以这么讲 谁给我签收以后 我首先就把 把老保公的卡交给对方 我不管钱事 我都可以不穿一分钱 我对钱这方面 如果要是真是 俩人比较合适 我还真不愿意管钱 我真不愿意管钱 只要你有吃 有我喝就行 就是说 我认可 就是你说你钱 吃一喝 我的钱 我自己买衣服 我买穿 我干啥 我都用我自个儿钱 不用他这钱 你是东西型的 你俩都是对金钱 不是很看重的钱 在金钱观上 王大哥和王大姐的态度 都很豁达 他们都不看重钱 都觉得 找老爸 还有更重要的标准和条件 接下来 王大姐准备跟王大哥聊聊 他最关心的问题 关心他喜不喜欢玩 出去玩玩 游狗我俩兴趣 各方面都相同 就是说 也行 平时都干啥呀 就是比如说 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你都干啥呀 有啥活动吗 听到王大哥说 他每年都会去海南生活一段时间 王大姐很高兴 他觉得 在他最看重的旅游问题上 两人可能会达成一致 但没想到啊 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 我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旅游 就想出去玩 找个伴也想出去玩 对 我不想 都没希望 因为我年轻时候 都走了无数遍 旅游啊 我一般来说呢 全国各地的级维 省会级的 城市我都 都去了 除了西藏以外 我都走遍 因为我在 在我们单位啊 我当个财买 是吧 所以那时候呢 要买东西买都去 全国回来 现在呢 就是说 不想再走了 玩过了吧 就是社会在发展 它还是在不断地变化 我北京我去 好几次 我去 我都不一太去 从我本身 本身呢 这个 欲望来说 没有 玩得行 我 这时刻就是说 在某个地区 好好修正养性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年龄的差距 知道吧 年前的人讲话 三观不合呗 我的想法和他 想法不一样 看来你 咱俩的这个 兴趣暗号 还有点不合 对对对 我希望找一个 志同道合的 男女双方都 互相互随 互相照顾照顾 互相端插刀 所以有什么 我是想找这样的 老婆 可以理解 对 以后咱也都是 朋友 好 谢谢 虽然这大哥大姐 没相成 但是相信他们俩 都能很快的 找到自己的幸福 因为呀 他们都清楚的 知道自己想要啥 你看 王大姐就想找个 能陪他去旅游的伴 只要对方爱旅游 哪怕经济上不允许 王大姐出钱 那也没有问题 而大哥呢 就注重演员 只要是看顺眼了 其他的一切 都不是问题 大哥也跟红娘说 其实啊 那种长得白点的 脸圆点的大姐 比较符合她的审美 那按照这个标准呢 红娘又给她介绍了 同样住在长春的 韩梅 韩大姐 韩大姐 你好 我是红娘小关 韩梅 66岁 丧偶 长春市陶瓷厂退休 退休金2200元 住房面积50平米 这是咱家房子吗 不是 这房子是有租的 那你没有房子 我有房子 我嫂子在春春大街那边 实际那个地方 就特别繁华 这些地方可挺偏的 不想住这边呢 那我说 妹妹搁这儿吗 最主要就是 哎呀 促进生情也是 就是那个房子 原来都我 跟我老伴一起在住 不想回去 我妹妹也说 我看你也别回去了 因为 我这儿 跟我家那个感情挺深的 往日后 那个 往我妹妹也说 你走吧 你别搁这儿住 将来要是拿 要是卖就卖它吧 韩大姐告诉红娘 老伴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这几年 他倍感孤独和失落 原本的房子不敢住 因为会触紧生情 每次遇到一点困难 他就想老伴 想着掉眼泪 每次我上丹东回来 哎呀 那天嘛 刮大风啊 哎呀 我天就 就 刮暴风 就下暴雨那天 哎呀 下雪的时候 那边都是水啊 哎呀 这么深啊 我进屋之后 我自己就在那儿苦了 真的 哎呀 心里老难受了 你就想跟谁说 你 你跟谁说 我就是习惯了 就以前吧 我要出去 我再查 回来我立刻 我就跟他想 我就说 在座位 他都遇到什么事了 哎呀 现在就是挺失落的 韩大姐和老伴感情很深 他说 他们一辈子没吵过架 平时总是互相关心 互相陪伴 老伴儿原本在公安局工作 平时总是很忙 但他跟韩大姐 有过一个约定 这个约定 让韩大姐 一直满怀期待 都还没 我退休 一定令你走 便全国 2016年4月份 老伴儿刚刚退休 就立马带着韩大姐 开启了他们的第一站 山东之旅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份美好的开始 竟然成了他们最后的纪念 老伴儿癌症晚期的这个消息 就如同晴天霹雳一样 让韩大姐无法面对 2017年病魔还是夺走了老伴儿的生命 临走前 老伴儿的心里最放不下的 就是韩大姐 韩大姐跟红娘说 这几年她一直走不出来 根本没有心思找老伴儿 但现实的生活 却让她不得不低头 最近租房的卫生间 下水道出了问题 才让韩大姐动了找个老伴儿的念头 哎呀我的妈呀你都不知道啊 赌完之后啊 哎呀我就一站在一块站着 我就眼泪就掉来了啊 完了之后 啥时候会的呀 哎呀这不是偷出你 好次了啊 一赌一楼 她就卫生间都上来了啊 哎呀我天哪我就受不了了 我没听过这个事啊 就是万一有啥事都不用我 我们家人来你知道吗 哎呀我觉得特别失落 特别哎呀 我觉得身边要是有个伴儿多好 对呀 那你解决这些问题呗 对呀 在做好心理准备之前 韩大姐还是想着 跟逝去的老伴儿说一声 就怕她放心不下 我给我二人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 我儿子去去跟他爸拿去的 我说你把这封信给我带去 烧了 我得信上告诉他了 我说其实我一直没想找 没想找人 没想走这一步 但是现实确实不是那么回事 我说得我认为我要有幸福的时候 你在天上会笑的 真的 我这么说 对于再找老伴 韩大姐的要求也不高 身体好一点的 性格合得来的 钱多钱少都行 说话能说得起去 我感觉就行 韩大姐的要求王大哥都符合 他们的见面会擦出鸡带的火花吗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大哥 你好 介绍一下 王有信 王大哥 你好 我信 老韩跳 你现在穿着挺运动休闲呀 换一个 行 挺好的 那些年轻 你看着大哥 像得到岁数 行 年轻 你这么想念 比你想年轻吧 比我想年轻 我感觉他这个形象 气质还行 头的那个年龄 能比他自己年龄小 演员还行 这个人呢 挺大方开放 但是肯定好爽 我还是 说这句话 对我演员来说 还是差 初次见面 王大哥依然在演员问题上很挑剔 但韩大姐对王大哥的第一印象 却非常好 也很想再进一步了解了解 这个是大卧学校 我实际层的吧 小屋 实际层俩人这么大 屋子也够做 我三月末我就走了 四月初我就搬家了 这是我最穷的时候的房子 这是我在工作单位 分立福利分盘 我二十多年没搁这住 一直在外空着 这是我七十二岁 搁这带回去 搁这个企业下来以后 搬回来住的 但还是小的 还是想好好活一把 先住 再住一个大一辈的房子 从住房问题上 韩大姐就感觉到了 王大哥的要求比较高 他也很想知道 王大哥在找老伴的要求上 是不是也很高 一坐下来 王大哥刚好就跟韩大姐说起了 想找老伴的问题 你去老城头死了半个月 他就一个儿子 就没到事 就个屋里都臭了半个月 下去了 我没说吗 我把钥匙给我妹妹 要是我说 咱俩这个电话不行的话 你就进来看看来 我把这个门吧 外边能开开 就是里面不说死 他能进来 独居老人有多孤单 多担忧 王大哥和韩大姐都太懂了 而当他们提及市区的老伴时 更是一致认为 无论未来找谁做伴 他们都会把曾经跟自己 相濡以沫多年的老伴 放在心底最深处的位置 你要说不相濡老伴 我说那是假话 对 多的也不忘不了 说的特别对 多的都忘了 相濡以沫这么多年 看到两个人如此感同身受 红娘又分别跟王大哥和韩大姐 介绍了一下 两个人曾经对市区老伴 是如何不离不弃 精心照顾的 也让王大哥对韩大姐 多了一份认可 无论是从孤独感 对市区老伴的感情 还是照顾老伴的问题上 两个人都很同频 这让韩大姐觉得 她跟王大哥就是一路人 两人内心的距离 也似乎变得更近了 此刻的韩大姐 最想知道的 就是自己是不是王大哥 要找的人 我因为哥哥就是想找啥样的 找一个 两个相貌基本相符 能够有演员 是我心动 我就行了 也就可能喜欢找那苗条一点的 细高个的 我胖啊 你看看多胖啊 因为我这想跟谁过 应可谁就是医生 所以我这次考虑 会用的非常精神 你再找一找吧 好吧 好 你找一找吧 对不起啊 好 谢谢 难看 你 你